那两个月能弄好吗 那两个月能弄好吗 要是顺利的话应该用不了 这两个月能生产多少兵啊 保守的估计应该是十吨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啊 你知道这个客商啊 在咱们开屏啊转了一圈 没有人敢接 其实大家担心 就是一个处运的问题 长盛啊现在有你在这单子 我就敢接了 只要你这冰块源源不断地给我 那咱就什么也不怕了 原来伯父说的是这个 别的晚辈帮不上忙 要是说这冰块那不是问题 现在整个江门也就我这家制冰厂 这生产出来的冰块先给您 您要是不需要了我再分给别的家 长盛啊 只要你能供应上冰块 以后开屏这海贱 不 以后开屏所有的商户 那可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我吃好了 阿嬷 你们晚上吃 你等一下 给你炖了补品 喝完再回房 阿嬷 我身体好得很 不用喝什么补品 阿嬷不是担心你整天在外面做生意 东奔西跑得身体吃不消吗 医生说了 这个补品呢 补气易血提神健脑 喝了对身体有好处的 这肉喝了吧 阿嬷 我还年轻 真的不用喝什么补品 我看这个就算了吧 看你说的 无病防病有病治病 喝了没坏处 阿嬷还能害你啊 快喝 阿嬷 要不这样吧 长生他干吃完饭 要不让他歇歇 这药啊 我拿回去 睡觉的时候 我伺候他喝下 好吧 那把这个倒到壶里 以免凉了 医生说睡前喝效果最好 明白吗 明白了 来 把药喝了吧 大少爷 来 药拿来了 把药喝了吧 我不喝 这里面肯定放了东西 阿嬷在外面看着呢 把药喝了 别看 来 把药喝了 走吧 我们也该休息了 是 好 怎么样啊 少奶奶房间的灯熄了没有 熄了 不过夫人 好像少爷知道咱们给她喝的是什么药了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啊 她不该喝呀 真是的 孤男寡女的在一个屋子里 睡了这么长时间了 居然什么都没发生 你说正常吗 如果美国要是长得丑一点也就罢了 那么俊俏可人的姑娘躺在她身边 她居然能忍得住 她不该喝谁该喝 喝的少了 反正这药啊是卢管家抓的 药汤是您让我熬的 要是有一天大少爷怪罪下来 您可得替我多担待 死丫头 你想的还挺多呢 担待什么呀 这个家里我是主人 我做主 干着你什么事啊 有什么事找我好了 再说了 我是她亲妈 别哭我 别哭我 别 别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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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睡啊 大少爷 你看什么呢 口渴了 喝口水 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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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来 少爷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穿成这样就篮了 你说话 这个里边是关于刘大宇的所有履历和资料 他公司的资本 经营范围 还有过往的信用情况都在 我这次去上海啊 是把所有能够查到的东西啊 全都帮你查到了 他的实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他的儿子刘中正 据说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准备接手家族的生意 急于在他老子面前啊 展示自己的能力 有意拓展自己的生意渠道 标新立异 听说最近做了几个大项目 现在的年轻人啊 真是出生牛肚不怕虎啊 不过胆识和魄力还是有的 当然了 这个投资项目本身呢 有成有败 好在啊 有他老子 在后边给他撑着 这个履约能力啊 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个刘大宇 听说对他这个儿子 好像还是非常器重的 太好了 胡老板 我派了多人去打探 都没得到什么情况 只是外边传说 此人很有钱 胡老板啊 你可是个老江湖 你一出马 就给我带回了那么多 想吃的材料 这一下啊 我就放心了 我说黄老板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啊 咱们俩是多年的朋友了 你的事情啊 我理当上心 正所谓啊 有福之人不用忙 这次啊 是天赐良机 裁员滚滚来啊 喝喜可喝啊 胡老板 这儿全托你的福 全托你的福啊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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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肚子疼 笑死我了 来来来 少爷 喝沾水 来 喝水 喝 我们很快就可以见到 曙光了对吗 应该是 我很快就可以摘下面具 让仇人知道 我到底是谁了吧 夸了 可是少爷 你对黄一佳打感情牌 是不是有点不太多的 毕竟人家是无辜的 我知道 我这样做对她不公平 但是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谭家灭门产案的罪魁祸首 是不是黄洪如 还没有确责的证据 少爷 我劝你 还是三思而后行 以免伤己无辜 你说呢 命运对我谭家太不公平了 让我在黑暗中生活得太久 一天不能抱臭血痕 我一天都不能正常地呼吸 我知道 我这样做 对一家太愧疚了 但是她绝对不能阻止我 复仇的决心 黄老板妹 您可来了 我都快急死了 今天可是答复的最末一天哪 您到底定了没定 您做还是不做 您要是不做也给我个话 让我死个痛亏呀 郭老板啊 你这个办起事来 风风火火这毛病吗 如果要不改 肯定要吃大亏的 黄老板 我们这做海鲜的 不归您做绸缎庄的 您这绸缎庄今天卖不出去 还有明天 这绸缎割到那儿它也坏不了啊 我们这做海鲜的 要是不进货过了季节 那就是一年哪 进了货没调度好 货压下来那可是一臭一大车 叫你着急上伙起疗报 您说我能用您的好脾气吗 顾老板这些啊我都清楚 你放心 咱们呀马上就签合同 把所有的货都定下来 你到时候啊找一下赵律师 把合同的范围仔细研究一下 看有没有问题 真的吗 黄老板 我给您道喜了 这刘公子怎么还没到啊 快了快了 从省城到这儿十二点钟 咱们也到了 这刘公子不守时 这生意谈起来能可靠吗 快了快了 黄老板您别着急 他们比咱们还急呢 一直催着我赶快签约呢 我说黄老板 黄兄啊别这么着急嘛 老话说得好 这好饭啊不怕晚 再说了 你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吗 陈初心 坐下喝喝茶 吃点水果 但ana 你还怀烈不知 鱼兄 来找怡EE 是 对啊 我跟静雯就要结婚了 很惊讶吗 确实 那这么说你心里还想着她喽 有那么一点 你倒是够坦诚 你就不怕我告诉我妹妹 你三心二意吗 宜家是个懂事的姑娘 她不会在意我有三七四七了 不行 你可以去问问她 我妹妹一家是个傻姑娘啊 她根本就不懂爱情 如果一个女人真心喜欢你的话 她是不会允许别的女人 跟她一起分享的 就像我跟靳雯一样 眼睛里只容得下鼻子 要是这样 我真不知道是该恭喜你 还是该同意你 都不需要 我就是来跟你打个招呼 免得将来碰上大惊小怪的 尴尬 放心 我会记得叫嫂子的 那样最好 希望你不要因为嫉妒我而恨我 很伤身 你怎么会被嫉妒我 你不可以用你 你怎么找我 你发现那些人 我说你怎么会变成是个子 那时候我先 Run 您好 先生 请问是出店还是用餐 我找福瑞海鲜的顾老板 他在二楼 我带您上去 这边请 顾老板 我看这事是不太可能了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这么大个馅饼 就掉咱们嘴里来 黄老板 您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人是我请来的 我心里有数 他们一定会来 一定是有什么事 在路上给耽搁了 你看看 这都过了半个点了 我看呀 没必要等了 黄老板 您别急 您别急 黄老板 我出去 您应该 我这边请 行 来了 哪位是顾老板 我就是 请问您是刘公子吗 不 我是上海律师行的律师 代表刘公子 来跟你们签合约的 这么大个声音 难道刘公子不出面吗 对于你们来说是大事 但是对于刘公子来说 这只不过是一笔小买卖 他商务繁忙 不可能因为这么一个小合约 专门跑到广东来 请问您贵姓啊 你们可以叫我陈律师 陈律师 您请坐 这样 请坐 黄老板 顾老板 你们生意上的事情啊 我就不在这里唱歌了 我还得去忙酒店里的事情 你们谈 请 那请坐 陈律师 您看这有关细节 我们顺哪儿说起啊 合约我们已经拟好了 你们看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现在就可以签字 陈律师 我们是来洽谈合同了 怎么 这就签了 陈律师 但是 这么多货 对于您和刘公子来讲 那是个小买卖 但是 不瞒您说 我们做事还是非常谨慎的 我们不可能 连什么细节都不讨论 就在合约上签字吧 你们还是先看看 合同再做决定吧 像这样的生意 刘公子一年少说 也要经手几百件 我们律师行 已经为他准备了 固定的格式合约 合约也是经过 买卖双方多次谈判磨合而成 对双方的利益和诉求都有所顾忌 我想你们应该可以接受 陈律师 这合约都是英文的 我们看不懂啊 我们律师行是在上海的法租界 签订合约都是采用三种文字 第一部分是英文 第二部分是法文 最后一部分才是中文 您往后翻就可以了 对了 我跟静雯就要结婚了 对了 卢少爷 请喝茶 如果一个女人真心喜欢你的话 她是不会允许别的女人 跟她一起分享的 长盛 长盛 你又谁又辣 混都到美国了吧 走吧 一家 一家 我突然想起来 公司今天到一批货 我得亲自去接 我不能陪你出去了 没关系 那你先去吧 工作的事情最重要 我自己一个人 随便逛逛就好 对不起 那我走了 嗯 一家 她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怎么样 二位 看完了吧 可以签了吗 陈律师啊 这条款比较多 我们暂时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我看这样吧 我们安排您在这儿休息 这我们仔细看后 咱们再定 多谢黄老板的好意 不过我马上要赶回省城 明天一早的火车回上海 恐怕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耽搁 陈律师 这个合约和条款 倒是看不出什么问题了 只是这违约金 如果不能按时供货 就要赔偿双倍的贷款 五万金对下 那就是十五万元贷款 双倍赔偿 那就是要三十万大洋了 这个条件 是不是苛刻了点啊 我方如果不能履约 赔偿的数额是一样的 怎么 顾老板对贵公司的履约能力 没有信心吗 那我劝您还是要慎重 刘公子他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最讨厌不按合约办事 陈律师 这个您请放心 我们一定严格按照合约办事 陈律师啊 如果签了协议 这定金何时能付 我带了支票 你们现在签约 我马上可以开支票给你们 陈律师啊 你是有所不动 这溥鱼的季节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我们把货备足了 到时候刘公子呢不要的话 别说你们这点定金了啊 就你们再双倍返还也是不够的 陈律师啊 我看 你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担保人呢 我可以先预付百分之五十的货款 怎么样 黄老板这下您放心了吧 好好好 不过贵方的履约能力 由谁担保呢 当然是由我来担保啊 我在开平有十几间店铺 还有筹庄 省城也有 再加上我那老宅子 这足够了吧 够了 那您把合约给我 我把补充担保条款写进去 大叔 请我请你 acle吻 就不想拿去 不想拿去 你不想拿去 看我 我们在那边 才能拿去 我就是不想拿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干什么 大白天你睡什么觉啊 这逗逗你 把兜里的东西掏出来 掏什么 掏出来 我兜里没东西啊 朕星 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 那你蹦三下 我又不是兔子 我蹦什么 那我去告诉老爷 大家都是光屁股长大的 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那我去告诉老爷 给你 五个大洋 让我认清了一个人 从今以后 咱们俩就是陌生人了 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好 好了 那黄老板 顾老板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那钱您回头查收 到账之后 请尽快安排履行合约 到期我会来监督收货 好好好 陈律师 既然那么早急回去 我就不挽留了 下次来一定给我时间 我定会好好款待你 不必客气 您能够按时履行合约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到时候我们还要 在刘公子面前 有一个交代 那告辞了 陈律师 您慢走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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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好了 这就叫做 生意兴隆 通四海 财源茂盛 达三江呢 恭喜两位老板 马上就要发大财了 同喜 同喜 喂 你买点什么 配钥匙 五角钱 这上海人办事啊 真是小心谨慎 一丝不苟 闹得我这老江湖啊 都有点紧张 胡老板 这支票你拿着 马上去兑现 你可给我记住了 这货要是不到 这个钱是绝对不能付啊 黄老板 您就放心吧 您是这么教导我的 老姑啊 小心使得万年传 不见兔子不撒婴哪 您的成功秘诀 省事横延 兄弟我是铭记在心哪 好了好了好了 我说两位啊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啊 这样都别走了 今天我做东 提前为你们两位 摆庆功宴怎么样 怎么能让你请课呢 今天签了一大单 这课由我来请 好好好 空净不如从命 好好好 配好了 这么快 好使吗 不好使我把它吃了 那你还是别吃了 好使吗 好使吗 不好使我把它吃了 那你还是别吃了 真是 黄老板 黄老板 你看你看 钱已经打到账号上了 支票是真的 好啊好啊 这回啊 这包的咱们算是吃上了 吃上了 我都看见馅了 还是纯肉的呢 这回您放心了吧 放心放心 我这回啊 是绝对的放心 你赶紧去啊 进货 订船 一刻也不要耽误 您放心 我一定给您办得 稳稳妥妥的 到时候啊 有卢少爷的冰场 给咱们保驾 那咱们就什么也不怕了 那咱们就什么也不怕了 就是嘛 好好好 这 天雄 没发现你长得还挺帅的 那是因为你一直都没有认真地在意过我啊 办理嘛 不 为什么啊 因为我不喜欢 长得比我好看的男人 静雯 在我眼里 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开车 静雯你知道吗 我等这一刻等了多长时间 我真的觉得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天雄 天雄 你不会觉得不值吗 为什么不值啊 为了我和你阿爸闹翻 静雯 如果全世界都反对 咱们俩在一起的话 为了你 我愿意跟全世界为敌 你长了全世界最迷人的眼睛 说着全世界最暖心的情话 可是我就是动不了心 没关系静雯 我愿意等 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等 一辈子 也不愿意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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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我等 少爷 哪阵风把您吹来了呀 少爷 林安南怎么跟你们定的规矩啊 拿着老板的钱做人情啊 大白天在这睡大觉 不不 少爷您看 今天咱们这儿不是没什么人吗 有人来伺候着 没人来候着 老板在不在都一个样 懂吗 对 对对对 少爷 您教育的事 我以后一定改 一定改 算了 我懒得管你们 少爷 少爷 您这是哪儿去啊 去库房啊 库房您不能进 林长辉说了库房种地 不能随便人都往里进哪 我是随便什么人 不不不不 您您不是人 不不不不 不不 不不不 主要是林长辉说了 那个库房种地 咱们又是做药的 人命关天 您真不能进哪 看见啊 看见没有 这是我阿爸亲手给我的 你们说是林掌柜说话重要呢 还是我这个谷掌柜说话重要 好 来 来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您倒是说话呀 喂 我这儿都忙得四脚朝天了 这么点小事你们自己做主就行了吗 以后不要再给我打这种电话了 黄老板 您来了 好啊 好啊 换了新装备了 黄老板 没经过您的审批 千头万绪 我实在是撑不出时间来跟您商量 这东西真是帮了大忙了 安了不白安 你紧张什么啊 我又没有怪罪你的意思 黄老板 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 我是该进的货我进了 这个该付的定金呢我也付了 什么包装箱子 装卸工人 装卸货车 我都准备齐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锐记的新机器什么时候投产呢 咱们的货可是快到岗了 到时候要是没有这个冰块 那咱们可就全毁了 郭老板 我说你啊 真是的 我告诉你 越是忙得越要沉得住气 这些你都尽管放心 卢少爷是绝对不会失言的 好好好 那你忙 你忙 好好好 大爷 您慢走 赶别人再来 卢少爷 您又来找我们麻烦 去去去去 我找你麻烦干吗呀 让我进去 我见你们老板 您那儿找着钱了 我见着他我就找着了 那就是还没找着呗 对 我要跟你们老板做一笔大生意 别 郭少爷 您跟我们老板做小生意啊 我们赔小钱 您跟我们做大生意啊 那我们就得赔大钱喽 你个小兔崽子 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 想让我见着你们老板我 我可不是小兔崽子 我就是我们老板的开门狗 您从哪儿介绍他我不管 反正您从我这儿进不去 这货色怎么样 嗯 比你们垫得好上十倍了 嗯 那你猜你们老板想不想要啊 嗯 那你让不让我进去 进 郭少爷进 俩给我敲开 哎 您进 美姑 你怎么了 没事儿 就是有点恶心 你这恶心快有一阵子了 我这一世爱恶 我这一世爱恶 还给你情深圆前 我这一世爱静 我这之后 我这一世爱恶心是今天 你丰孩子的说明 胸口还有你掌心温暖 穿过无尽的宵夜 千帆过别 是否到达救赎的一样 爱恨都只是执念 情愁在了五瓜前 从此后江湖 相望悲喜不厌 才挥手一世百年 爱恨都只是执念 情愁在了五瓜前 从此后江湖 相望悲喜不厌 再挥手一世百年 再挥手一世百年 二世百年 一世百年 一世百年 此后 autopsy 一世百年 一世百年 百年 二世百年